黃沐妮 黃沐妮針對這個問問案 如果陳時中今天早上說要外界不要太嚴厲說夠了吧 那黃沐妮怎麼看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我還是覺得 因為陳時中先生他昨天說的是相信統治 那相對就是不相信台大也不相信學術 更不相信是非 所以這件事情不是認錯或退選就可以解釋的 而是到底他的是非是如何 我昨天已經講了 我剛剛講我是媽媽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你的孩子身上 你會怎麼教育你的孩子 你會告訴他說你同學的功課 抄報告是對的嗎 這件事情不是人家要說 而是這是一個是非的問題 如果不能說是非的話 我覺得像王世堅議員跟高嘉宇委員 其實可能比他更適合當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也會這樣說 你趕可以看到一齊 級別人是真的 是否在玩家中 真的有不能說 你而言 既然是因為 你也會說